时间到了9点12分 香港电台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接着关注疫情的情况 昨天数字有33宗确诊 29宗本地个案 5宗源头不明 势从不明源头还一直下来 现在一直关注疫苗的情况 昨天访问了曾浩辉医生 他提到政府也想着下个月开始 希望可以打到疫苗 香港订了三只 其中一只是科兴 一直都关注着第三期数据是怎样呢 外电就说在巴西那里 刚刚公布了疫苗的有效率 在巴西测试是78% 不过都是刚刚的外电的消息 具体情况是怎样呢 请专家谈谈 请来由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 许树昌一起谈谈 早晨 教授 早晨 早晨 你好 你有看到最新的数字是不是 科兴的有效率 你怎样掌握一下 不是一个直接的发布 都是巴西政府官方的发布 不是全面资料 里面有12400个医护人员 保护率有78% 那是象征着怎样解读这些数字 这个反映到医护人员 相信是中年人为主 年纪大的我们没有数据 或者长期病患的也没有数据 但78%始终都是一个理想的 保护率 因为世卫的要求 起码是减低50%发病的机会 但是作为一个第三期数据 只是医护这个数据是不是都足够了 一般来说 还是要广泛一点 群组要广泛一点才有意思 如果年龄层阔一点 就相对好一点 比如核酸Balintech的疫苗 它是去到85岁的 由18到85 牛津那只都有4%的参与者 是70岁以上的 那科兴完成了第三期未? 它还要有些资料提供在医学杂志 以及它要提交资料给卫生署 详细的资料 有副作用、保护率、成分 很多东西要先提供给卫生署 听到现在足够数据 我们决定是否可以用这种未? 还是要再等多一次? 它要先提供资料给卫生署 那如果听你这么说 现在我们听到巴西媒体所说的78% 其实只是部分数据 不足以构成整个第三期数据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它始终都未提供全面的数据 只是在12000多个医会人员里面 保护率是78% 它也要提供成分、详细的副作用 抗体水平 很多资料要全面提供给卫生署 相信它会出门医学责任的 成分、抗体水平 如果回到医护人员 这12000多个就容易找 但我的意思是 会不会还要再等很久? 原来还要等它在多些人身上试才能用? 那是未必的 如果你看回内地 譬如它割药那只 Sano Farm 它都是招募60岁以下的人士参与的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厂就想快点完成第三期 它缩窄了年龄范围 因为如果你想招募那些长者 第一 他们有时出街未必方便 那么它要回来几次 给你复诊又抽血呢 又要看看那个反应 有些长者可能不参加到 但是如果只是部分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可信性? 例如起码长者群听下来 会不会有些担心你容易都没有事实? 虽然它没有招募 可能它没有招募年纪大 但又不等于原无效 它是贪方便就想快点完成研究了 相信是 好 那如果回到来 我们香港最关心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期说 最早二月初接种呢? 那么听下去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为那个采购 就是直接在食物卫生局那边 但是以我所知 BioNTech的核酸疫苗 就是二月底就会有货 那么科兴它也要提供了资料给卫生署 做完审核 才会有货 所以简单说 二月就应该可以开始叠中 但是你说 二月头我就不肯定了 嗯 刚才你说 复兴BioNTech的那种 就是要二月底才有了 这个知道了 第一批货是 第一批货是二月底 但是科兴刚才还要走的程序 是否赶得及呢? 我们现在都一月八号了 这个负责的是卫生署 那么我相信如果它提供到全面的资料 应该都不会太久的 嗯 现在就看到最新有了巴西这个数 之前其实还在其他地方都做过 土耳其那些都做过测试的 那么整体来说 你暂时看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呢? 科兴呢? 土耳其的数量很少 上次他分析了1322个接种者 那么就说那边土耳其的保护率就是91% 那么原本它是综合巴西土耳其 和印尼才做综合分析的 那么这个数据不知道 会不会是医学杂志出现 我们在留意中 印尼呢?印尼做了没有? 有数据没有? 印尼做了但是都没有出数据 那么听起来好像又不是很多数据了 听来听来都是 是暂时你说巴西是78% 土耳其那边说91% 但是最大量的检测者就是今次巴西这里了 是的12400个医会人员 OK 如果听起来就凭这些数据可以做这个决定了吗? 12000几个再加土耳其的1000几个 够用了吗? 我刚才不是说 他要提供全面数据包括副作用 要有所有资料先的 不是说听你那几个百分析就算数了吗? 嗯 我不知道人数 12000几加1000几就算是够了 应该不止的 他如果提供了数据 就一定是远超过这个数据 就是有没有国际一个要求的 通常说要多少才不是足够的 没有说多少的 但是一般你如果看其他那些 一定是五位数以上 巴西应该加上土耳其 如果加上印尼 我相信这个数量就会足够 OK 另外许教授也想问一下现在整体的趋势 看到不明源头的数据就落到五宗个案 昨天就33 整体来说 怎样看形势 我们现在香港热情 现在是缓慢地跌的 始终是太过缓慢 所以一定要加快追踪和检疫的速度 我见现在就说会借调一些纪律部队的人帮忙 在启德社区会堂做个指挥中心 下星期开始就海关、警署、警务署 都会分别人来帮忙 做些电话追踪等等 你觉得这个 这个绝对有帮助的 因为卫生署 它以往本身就 连有部分的警务人员帮 都是140人送些 就负责追踪的 但是你说的 确诊国家里面可以有很多接触者 所以一定要加大那个人数 现在就 以我所知 它总共会加到大约2009左右 暂时短期内 另外 袁教授也有建议是 再培训其他那些纪律部队 就希望有些后备 后备的人可以帮到 希望可以培训到 接近1万人 你怎样看的时机 会不会有些人说 那么迟才做这些东西 现在又开始 再回到第四波 整年才来 你怎样看 那又不可以说迟 因为大流行 就不是这么快会完结 还有你应该 尽量加大追踪和检疫速度 这个是有机会 达到目标是清零的 OK 多谢许雪昌教授 先跟你谈 多谢你跟我们讲 疫苗的数据 我们可以怎样解读 许雪昌教授 这是中大呼吸系动科 讲座教授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